有關本縣在5月20號到今天為止 已經有發生三起大行車造勢的A1交通事故 那其中我們縣警察局代局長 針對大行車的違規有以上指示 第一個希望大行車或運業者 以及砂石車能夠申請通行證 依花蓮縣15噸以上車輛指定路線 應申請通行證行駛以為安全 第二個因為各路口是我們警方執行的交通重點 那我們本月會針對大行車違規加強取締超載以及超速 第三點那也希望民眾如果行進市區 看到35噸的大貨車有違規 可向我們警方報案110檢舉 我們警方會依法自當 依據花蓮縣15噸以上指定路線行駛路線的部分 如果只行進一個單純的鄉鎮市公所 由當地鄉鎮市公所辦理 那跨區的部分由縣政府建設處來申請 那有關本縣15噸以上行駛路線 分別為台九縣 台十一縣 台十一丙 以及花蓮市集安鄉的中央路 其他的路線鄉鎮市道需經申請通行證 行駛以為用路人資安全 目前本局1至4月共取締大行車違規1606件 那有關未依規定申請路線部分有1303件 那有關大行車違規的部分 目前是我們警方執行的加強取締重點 我們也要求各分局針對市區的各重要路口 容易造勢以及超速的地點 我們加強取締